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男子裴陈昊不满女友遭就爱吕明洪骂破麻,双方谈判时抽出皮带刀,六秒内猛刺吕男六刀致死,遭依杀人罪判刑15年,耻夺公权7年定宴,吕男父母令向裴男求偿上千万,但是林地院认为金额过高,最后判裴共403万余元可上诉。 刑事判决指出,19岁吕男不满17岁陈静少女与他分手后,和认识不到一周的23岁裴男交往,去年4月留言痛骂陈吕破麻,双方并约在台北十南港路谈判,裴男要求吕男别再骚扰,却早反呛表哥,一气之下抽出皮带刀,朝吕男胸膛猛刺六刀致死。 裴男开庭时还否认杀人,便称皮带刀是吕男的,他为自卫夺刀攻击,但因监视器画面中,两人肢体接触时间仅短短六秒,法官认为裴男不可能同时夺刀又刺六刀,仍宜杀人罪判刑15年,裴男检方军委上诉,全案定宴。 民事部分,裴男父母求偿抚养费1483393元,丧葬费327700元,又因天伦梦岁,白法人送黑法人,精神深受重创,他们各令求偿500万,精神未付金,总金额为11811093元。 但法官认为,吕男父母当时年约50岁,一104年度北市检疫生命表计算,吕父、吕母平均于命分别约为32、37岁,而105年北市生活费每月为15162元。 从65岁退休后开始计算,两人抚养费应各为602957706942元,而吕男另有两名兄弟,吕吕父、吕母各互为配偶。 在内,吕男仅需负担四分之一抚养义务。 法官领依照吕男父母,赔男双方经济状况,认为精神未付金,应着减位每人120万,至于丧葬费用如数判准,最后判决赔男应赔吕父2130657元,含丧葬费,吕母1906942元。